九十七 信報財經新聞 深航兩組縱火險讓空難如反斬雙兩人乘客奮力制服 2015年7月27日兩岸消息 A 20深圳航空公司一屆由浙江台洲飛往廣州的航班 昨日凌晨在準備降落時 租一名南乘客兩道縱火 並遲都與乘客人員搏鬥、對峙 其間兩人被刺傷、多人吸入濃煙不適 機師向白雲機場塔台高呼美地獲優線降落 機場九十五名旅客及九名機組人員安全撤離 疑犯則在疏散期間跳機 傷勢嚴重 當局暫時未就事件定性 也未通報疑犯身份及作看動機 官方新華社以非法干擾航班事件報道案件 稱疑犯企圖破壞機艙設施、製造事端 嚴重危及飛行安全 機艙濃煙彌萬航機緊急攀降時發航班編號 ZH9648 前晚十一時半起飛 比原定時間延誤如兩小時 浙江淺江晚報引述同機女乘客黃彩洪雪 在客機廣播航班即將降落 請調整好座椅靠杯時 坐在第九排的黃漢到一名男子從後面走上去 他漢起來四五十歲 背喘坐收勞腳壓 手握電旗 旗 巴巴 的報紙 黃彩洪一開始沒有在意 但很快聽到前排乘客尖叫光規F,機艙內很快尼曼黑煙,並伴有汽油味道。 據稱改名男子在頭等艙的位置消汽油,點燃報紙和布簾,乘務員隨後拿出滅火器,將火撲滅。 但該男子又拔出一把短刀,走回經濟艙,向現場尖叫和哭一的苦如渴度不要動。 老實點,兩名男乘務員和幾名男乘客上前試圖阻止,乙凶拿刀劣舞,將其中兩人的手斬傷,眾人成功將乙凶逼回頭等艙。 乘務員呼籲乘客不要慌張,不要哭,保持安靜,高喊男人們都站出來,不然都沒命,女人和小童於是都退到機尾位置。 男乘客們則把行李家上的行李都搬下來,堆在通道上,將而空倒在頭等艙位置。 僵刺期間,移空再次點火,火比第一次更厲害,都是黑煙,我們被槍到了, 黃彩紅雪,行規飛機幾分鐘後降落了,再過五、六分鐘,估計就要被分死了。 現場圖片顯示,頭等艙有兩張不同位置的椅子,以及機艙門有被焚燒的痕跡。 外界則以臺州機場安檢疏鬧成功急降後,乘客都從緊急滑梯下機,而移空則在機艙門打開後從機翼上跳了下去。 有網民稱目睹而空頭暴痛啊,失去知覺,也有人稱而空爭大喊不想活了。 乘客們隨後在機場接受廣州警方盤查,直到早晨七時多才獲准離開。 事件中除了兩人受都相愛,還有一名老虎徹離時被撞到腰部受傷入院。 由於移空成功攜帶汽油、刀具、打火機上機,令外界則以接江臺州機場出現安檢疏漏。 諷刺的事,該臺州機場本月中才剛剛下發反恐工作計劃,要求各單位認真貫徹執行。 兩岸消息深行兩組縱火險讓空難而反斬傷兩人承募完成黑粉力制服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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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